此次攻击是最具破坏性的网络勒索行动之一 也引发了美国立法者的呼吁 加强对美国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保护 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已听取事件简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联邦政府正密切与殖民地管道公司合作 帮助该公司尽快恢复从德州到新泽西州 5500多英里的输油管线 避免燃料供应中断 殖民地管道公司周五发表声明指出 公司在遭到网络攻击后暂停运营 公司随后确认事件涉及勒索软件 以聘请第三方网络安全公司来协助调查 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 黑客可能来自专业网络犯罪集团黑暗面 集团已部署勒索软件著称 勒索软件是美国越来越普遍的诈骗方式 使用加密程式锁住受害者的重要后台资料 勒索受害者支付赎金来解开加密系统 水民地管道公司的输油管线 每天将250万桶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 从墨西哥湾沿岸运输到美国东南部 此次灾情扩及14个东部南部的州 恐影响东岸高达45%的燃料运输 4月20日拜登政府才刚制定百日计划 宣布加强国家基础建设 保护产业安全 免受网续威胁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综合报导 节目 馅